基本上就是两个回圈 那两个回圈输出的话 一个是forI决定它的列 forJ的话决定它的蓝 最后有一个比较关键 如果你用串接的话 你会有一堆的转型 一堆的string 但如果最后你用format的话 你会发现你只要先把 你需要的格式先写好 然后未来的话 你就把这三个变数 直接就丢到大瓜糊里面 就可以了 这种写法非常的重要 因为有的时候你不会这种写法 你可能是会写一大堆 虽然结果一样 但是写起来真的就不好阅读 而且未来维护起来也麻烦 因为以后尽量要越写越精简 这样输出结果 你就会觉得非常的棒 有没有 其实九州同学 你们也Google一下 反正Google九州同学 共一个python 写法网路上非常多种 每个人写出来结果都不一样 但是你要尽量找一个最简单 而且你记得起来的 并且写起来感觉就是精简 所以最后结论 Format最棒 真的 所以特别主要 Format如果你会的话 以后很多地方写起来 就是很精简 尤其以后你要跟 像一些Jungle 或者是一些其他 像架一些网站 你最后还要丢HTML或CSS 甚至丢Jungle 就是丢一些其他语法串在里面的话 那如果你不会Format 完蛋了 太复杂了 所以基本上慢慢一层一层叠上去 如果你慢慢越来越能够进入状态 像这种东西 其实程式不多 但是你写 如果可以很快把它写出来 那以后你写就会非常流畅 想写什么就可以写什么 你就不会卡在那边 有人光写一个程式的话 就很久 因为他根本也不 程式很多东西都不是他的 我发现很多工程师 其实很多都用贴的 因为我问了很多人 每天很资深的 问他说你程式怎么写的 很多都贴 贴来贴去就好了 反正能交差 对不对 不过我觉得 当然也不是根本的做法 最好还是你要先 自己有想一套东西 可是因为有的时候 专案你时间有限 所以你不可能说 慢慢研究 想到一个更好的方法 一劳永逸 怎么办 先交再说 所以大部分都是得过且过 OK 好那再来的话 我们这个部分 如果要把这个概念 延伸到这个下一个 就是星号输出三角形的话 那这边该怎么做 如果我今天要想要输出 这样的一个三角 那这三角我刚刚讲过 第一列就是一颗星 第二列就是两颗 一直可以推 那如果我要用上次讲的 那个概念 那当然我们就是把什么 把I当成是第七列 把J当成是输出几个 几颗星 那这个J的部分呢 跟I有一个关联性 也就是说呢 如果J等于1 那就输出一颗星 也就是他跑一次 repeat一次就对了 那repeat一次 实际上重复嘛 重复就回圈 意思说J要跑几次输出 那几次输出 我的写法是这样 第一个一样是 forI在这个range 1到13 那我就后面14嘛 再来后面的话呢 我就写一个什么J 那这个J的话 基本上 我们可能要注意几点 这个J的部分 我重来好了 这个地方 特别注意 我这边习惯这样 就是J的部分 写法跟I差不多 所以我习惯是 按一个table键 把它复制过来 这边的话改个J 那改个J之后的话呢 当然他应该要跑几次 特别这个跟 他的这个I有点关系 当然不是一次每次都 那如果这样每次都跑 随便一个正方形 不长方形 那不对 所以怎么样呢 应该跟什么 跟I有关系 I放在这边 那I如果第一次跑 是1的话 1到这边 他就等于是停住了 应该是他的下一个吧 有没有 所以如果跑一次的话 应该是后面是2吧 所以把它怎么样 加1就可以了 也就是I如果等于1 那就跑一次 如果当I等于2的话 那就跑什么 跑3 再到2 1 2 OK 那这样的话 Enter过之后的话 再把这个东西 因为我要反复 让它print print什么呢 print这个信号 但这个信号后面的话 你不能说每一次 每print信号就换 就变成长条了 就不对 所以怎么办呢 请你把后面的 那个换行的部分拿掉 所以END等于空的 这个上个礼拜有讲过 那这样的话呢 他就帮我怎么样 每跑几次 根据I的部分 他就输出几颗心 但是问题 如果你现在直接输出的话 因为他全部都 都等于没有换行 没有换行变成什么 直接输出 他就变成全部串在一起 就跟那个90%一样 没有换行 怎么办呢 Enter 再back一下 在这个回圈跑完之后 记得要给它换行一下 所以这边的话 加一个print OK 程式就写完了 好 我们来试一下 执行一下 OK 这样有没有 他第一次追 丢一个 第二次追 就跟那个I 他变二 那等于是 跑两次 那因为我后面不换行 所以他信号 就跑两次 他串在一起 那最后呢 因为他已经跑完 所以再把这个地方 加一个换行 那换下一个 意思类推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把结果print出来 应该可以看懂这意思吧 其实以前 在不管哪一种语言 C++ Java 其实都一样 但是有一个地方不一样 就是Python 它的字串 可以成 如果你要反复输出 几颗星的话 其实在Python里面 也有一个还蛮 蛮特别的输出方法 就是像以这一题来看 如果我想要让他写得更精简的话 其实你可以怎么 print几颗星的话 那以前是print 这样就print一颗星的 如果你print一个 它就一颗星 那如果你要两颗星的话 特别说这个 字串 你只要用乘号 乘二的话 以前你就想 这种写法怪怪的 字串怎么会乘呢 对不对 在Python这是合法的 那其实这就意思 就跟那个 如果你们用过其他 Eso里面有个repeat 意思就是repeat几次的意思 这种写法很怪 但是却很好用 OK 那我们把它 直接执行一下 你会发现输出两个 那如果你要输出13个的话 你就乘以13 输出 那你会发现 13个星就出来了 蛮特别的 但问题是 你要怎么样把 这个概念 加到刚刚里面去 让程式变得简单一点点 对吧 其实程式并不困难 请各位先试一下 这个我想 用那个自串 特别 自串以后你要 让它产生几个的话 repeat几次的话 可以用成 所以请各位先思考 第一个 怎么样把它用 上个礼拜的 那个九九层表表概念 把它再输出成 那个一个星号的三角形 然后呢 再思考一下 底下也许 你们就是print 新号几次 那如果这个要把它放到程式里面 有没有更简单的写 把它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OK 所以以后的话 两双回圈是基本的 那通常我的习惯 无论是写VBA也好 无论是写Python也好 反正我的列就是i 我的 蓝的话就是j 所以我习惯 不论你是写Python也好 或者是写VBA也好 我的写法都差不多 在VBA里面 我也是for i for j 那最后的话 一样就把它输出 那只是说 在Excel里面的好处是 它本身就有表格 等于有点类资料 资料表的概念 等于是说 你可以拿Excel来当资料库 直接存取 这样它Python没有 所以Python没有的话 后面 我们就可能要想一些方法 让它变得比较简单 所以这部分 请各位先思考一下 for i for j 怎么样输出一个 正三角形 当然 有正向的三角形之外 后面我们也要练习 把它反过来 刚刚是先一个到13个 那后面可以什么 倒过来变13个到一个 倒过来 怎么样再把它倒过来 所以后面 如果当你已经写完 你可以再往前再推进 那这个for回圈 这些概念都非常重要 如果你可以很快把它写出来 并且除了写出来之外 还要再想 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OK 不是说写完就算了 因为我都写完 可能还不够精简 那想想看 那所以我们就想到 Python居然可以用 字串还可以用成的 字串可以成 试试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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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看 试看 试看